枪手闯进餐厅二话不说就开枪 在场民众纷纷拔腿逃命 但还是至少造成六人死亡 枪击案发生在厄瓜多观光圣地蒙塔尼塔 当地时间20号晚上 枪手闯进一间人气餐厅开火 警方到场拉起封锁线 目前存案在调查当中 还不清楚枪手的心中身份及开枪动机 而在同一天墨西哥也发生大规模枪击案 墨西哥北部一个人口不到4000人的小镇 只半一场越野车赛事却传出激烈枪响 持续了约十多秒钟 民众吓得四处逃窜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有多名枪手从一辆货车下车后 拿出枪枪不断扫射 造成至少11人死亡 一次是跟当地的帮派之间纠纷有关 当局出动大批警力军队到场戒备 总检察长也成立一支特别小组进行调查 东西国东新众报道